你这个肚子 大家可以取其精华 比其糟粕 如果能够对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启发 那我觉得这个视频的意义就有了 早上起来 先把昨天的内衣裤给洗了 老二他也醒了 所以呢他帮我一起洗 那这个过程主要是让他有一点事情做 另外呢小朋友他本来就很喜欢玩水 所以这个呢也是玩水的一部分 那对于我来说做家务的同时 就把老二给搞定了 像我们家呢习惯性的会把内衣分开来洗 所以呢老二他已经对这个比较熟练了 小朋友说他早上想要吃一些华夫饼 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今天的早饭 为波鲁丁一下轻松搞定 那还好没有那么那么健康 但是华夫好吃对吧 ok 这是我给老大每天布置的任务 那他只要看这一张单子 就知道今天一天要做哪些事情 老大醒了说他想要吃鸡蛋 所以我就在这里摘一些裸勒 打算给他做一些炒蛋 相比老二吃的我否这个要健康很多 他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油脂 那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给小朋友吃这些 当早饭的 不过呢 嗯老二他也有他的选择 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那我也会尊重 这坨起司 我拌不开来就直接丢进去 要吗 嗯 别锁了 别锁了 嗯 你是要还是不要 不要 啊 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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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太漂亮了吧 嗯 That's so cute 这个真的是把一块钱的玩具玩出本了 这个是Naomi的小爷爷给他买的 小猫小狗的玩具 大概就一块二毛五嘛 他们在一元店买的 然后这个是我在Target给Naomi买的一块钱 这样子一根的玩具 我们买了四根 然后送给小朋友一根 还剩三根 然后老大在这里玩了好久 我很喜欢给小朋友买这种搭建的玩具 搭建的玩具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培养小朋友的想象力动手力 同时它很费时间 所以像老大他搭这些东西在这里就已经搭了半个小时总是有 所以你看给小朋友玩这种东西 我们带人真的是可以解放双手 他们两个人在这里玩了很久 那在这个期间呢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完全不用去管他们 麦德森 麦德森 麦德森我也喜欢你的摩天楼啊 No I put blocks inside 哦 你里面放了blocks了 老大搭了很久的这个积木 然后呢打算去看一会儿他的电子书 看电子书呢是他每天要做的事情之一 我之所以会每天给老大一张单子 一个是为了帮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哪些任务要做 同时呢也让他慢慢的开始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 每当他做完一个任务 他就去单子上打一个勾 这样子他就可以很好去跟踪自己的进度 给我吧 小朋友们看了一款电子书之后呢 打算到外面来画粉笔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每次用好一些iPad之类 都要到户外去稍微活动一下 让眼睛有充分的休息 那有时候会带他们去我们家附近的小公园 有时候他们会选择自己在外面画画或者玩一些其他的 像今天他们在院子里这样子画粉笔 我根本就不用管他们 我可以自己拿着一本书在旁边看 或者在厨房里做一些家务 所以呢我就不大会有那种自己的时间全部被小朋友捆绑的感觉 这个是公公这里带来的空心菜 到时候要把它移植到土里面去 现在还不是时候 完了半天粉笔回来后已经数半时间 但是小朋友他们说他们还不饿 那老大他想要先把自己的单词这里快给看一看 所以呢也就随便他们了 这要看小朋友在哪里 麦德森呢 麦德森在哪里 麦德森呢我怎么找不到麦德森呢 他是觉得这样子我会看不到他吗 这个是谁 来我们出去锻炼身体啦 今年暑假没有给他们报什么班 但是呢每天还是要有一定的运动量 所以呢他们每天都会有半小时的弹调运动 那在这半个小时里面 我会丢给老大一个iPad 让他follow里面的hit music 而我自己呢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不用去看着他们 那老大会带着老二一起进行些跳跃运动 多做一些运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有很多好处 其中呢大家都熟知的就是锻炼体力呀 或者说锻炼更多的肌肉群 让小朋友有一定的爆发力 另外呢通过这些枯燥的运动 也可以帮助他们锻炼一个持久的毅力 这点很重要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让小朋友去学乐器 或者去学一些其他的兴趣 与其说让他将来做一个钢琴家 更重要的收获是 让他在这个枯燥的学习过程当中 培养出一定的坚持不懈的这种素质出来 所以呢我就会鼓励他们把这个锻炼给继续下去 一来他们可以得到以上所说的那么多好处 二来我自己可以有很多的时间 好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寿司对吧 自己做寿司对吧 要拿米你把西味准备好了啊 老大的早饭吃得晚所以呢他肚子也饿得晚 下午三点多两个小朋友终于觉得肚子有点咕噜咕噜 他们都想要吃sushi 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好了 解放双手嘛 哈哈哈 是她在吵架吗 像今天这种紫菜包饭很简单的料理 我只要给老大他们煮一锅饭就可以了 剩下的只要给他们材料他们自己可以搞定 那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动手做的东西是最好吃的 小朋友们吃完饭想要看一会儿游戏 那我当然没有说不的这个必要 不过呢在我们家每一次玩游戏之前 都要先确保大家有把玩具给理回去 基本上都已经把这里给理干净了 然后还会有这个 这个老二他怎么也不肯理起来 因为他已经待了一会儿了 所以就算了 然后那个桌子我觉得是他们漏了吧 不过it's fine 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养成一个 你要把东西理起来的习惯 那基本上我们家的玩具都是丢给他们 让小朋友理玩具他们肯定不肯 所以我通常的做法就是在玩iPad之前 先确保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东西给理起来 这个方法很好用 然后这样子去帮助孩子培养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轻松一点 不用一天到晚在他们屁股后面 帮他们去收拾玩具 那个桌子忘记咯 等一下要弄一弄 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要去弄 我们家习惯吃完饭一起三个步 然后在小区里面走一走就会很舒服 每天全家一起散个步 是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 哦不对 下雨天不会 等我将来老了回忆我们家庭时 你要不要跟这姐姐一起去啦 我觉得饭后散步一定会是我脑海里深刻的回忆之一 他应该不会想 哦哦为什么 拖鞋对吧 他就是很遵守规则 说好穿拖鞋不能跑步 就绝对不会跑 我们家是90年代的小区 可以看到绿化还不错 现在很多美国新建住宅 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绿化 这个我不大喜欢 回去洗澡哈 差不多 他们两个超级喜欢在夏天泡澡 那每次呢我也会给他们放很多的肥皂泡 他们泡的时间越长 代表我一个人拥有的时间会越多 可以把水给关掉了够了 嗯差不多了 小朋友他们这样子泡早也是很好的 一个是对于他们生长比较好 另外就是我可以找到很多自己的时间 他们这样子一泡可以泡半个多小时 对于我们来说就很解放 OK那你和妹妹再接洗一次我先下去OK 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做很多事情我都不会陪着 都尽量让他们自己独立去完成 不管是玩洗澡或者是其他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偷到很多自己的时间 不会觉得带两个娃太累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谢谢给我的收看下一次再见 拜拜